这一页是我们这整个相对论里面最难理解的一页 在这一页我们要讨论的是当你有一个质量物体 一个物体的质量为m的时候 你在另外一个坐标系观察到这个物体 它的质量不会是m,而会是另外一个数值 我们来讨论相对论对于质量观察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用的是飞曼物理学 就是Feman Lecture里面的说法 我们来看看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质量为什么会随着你的观察坐标不同 这里我们有两个物体 这个两个物体就是这个蓝色的物体 它的质量是m1跟m2是相同的 假设这个是m1,这个是m2 然后这两个质量是相等的 我们假设它都等于m在这个观察者的认为里面 然后这两个物体 它以相同的速度 对于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以这个观察者为准 就是我们这个坐标的观察者为准 然后以这个观察者的速度 它以V1印跟V2印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速度前进 你看到这个过来 这个过来 然后发生碰撞 就是刚才在这里 这个以V1印进来 这个以V2印进来 然后在这里发生碰撞 然后呢 第一个物体呢 它被反弹回来 第二个物体呢 被重征反弹回去 所以V1 OUT 会等于-V2 OUT 因为它以相同的方向反弹回去 那因为是Electic Collision 是弹性碰撞 所以这整个碰撞的过程呢 它是对称的 那我们把它的轨迹呢 画出来 那这个轨迹呢 1号物体就是走的是这个虚线过来 2号物体就是走这个虚线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坐标 就是横轴叫做X 这个轴叫做Y 这是对于这个观察者来讲 好 那它观察到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观察者来看看 就是呢 我们现在换到这个观察者 就是我们现在换一个观察者 那这个观察者 它会观察到什么 它会观察到这个物体 你看它上来 好 再看一次 这个观察者 会观察到 这个第一个物体呢 怎么样 它就是上去 再下来 因为对它来讲 这个物体 对它来讲 并没有横向的位移 所以呢 对于这个观察者来讲呢 它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物体呢 上去 再下来 并没有横向的位移 因为 它这个球 永远是在 这个观察者的头上 所以呢 它所观察到的是什么 它所观察到的呢 就是 这个东西 上去 再下来 可是呢 它会观察到 这个另外这个球呢 以更大的角度 过来 再被弹过去 好 所以呢 对于下面的这个观察者 它会观察到 这个坐标 这个球的坐标 就是上去再下来 然后呢 第二颗球呢 是以这个比较大的角度 弹过来 再弹过去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以这个人的角度 来看这个碰撞的问题 好 它呢 会观察到 这一颗球 以 W的速度 上去 发生碰撞完之后 以W的速度 被弹回来 因为是弹性碰撞 然后呢 它会观察到第二颗球呢 以V的速度过来 然后发生碰撞之后呢 以V的速度弹开 我们假设呢 在这个人 它的横轴的 坐标器是X' 纵轴的坐标器是Y' 所以呢 它会观察到 这个第二颗球 就是上面这颗球呢 以V的速度过来的时候呢 它会沿着X'的这个方向呢 有一个分量 叫做U 然后呢 它会观察到呢 这个碰撞呢 跟X'的这个夹角呢 这个夹角 假设叫做α 好 那 根据爱因斯坦的 第一个假设 再相对的 第一个假设 就是 任何的物理定律 在任何的坐标器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之前所学到的 这个动量守恒 的这个物理定律 在 这个坐标器是成立的 在 这个坐标器也是成立的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动量守恒这个事情 那动量守恒呢 是一个向量式的守恒 所以呢 它会在X'方向动量守恒 在Y'方向动量守恒 那我们首先看看 这样子的碰撞 这个物体 第二个物体 以V的速度这样过来 那它沿着X'方向的速度呢 是U 反弹之后 它沿着 这个X方向的速度 仍然是U 向左 所以呢 这个物体的质量呢 乘上它的速度 U 在X方向来讲 能动量是守恒的 它所观察到的第二个物体 沿着X'方向呢 并没有速度 所以它没有X'方向的动量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X'方向的动量是守恒的 所以 这是守恒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Y方向的动量守恒 好 那么 Y方向呢 要动量守恒 表示第一个物体 发生碰撞完之后 动量的变化 跟第二个物体 发生碰撞完 在Y'方向的动量的变化 两个加起来应该是0 好 那么呢 假设这个人 所看到的这个物体呢 的质量是mw 我们下标加一个w的意思呢 表示呢 是w这个物体 的速度呢 它所观察到的质量是mw 那它会观察到 这个质量 以v的速度前进呢 它的质量呢 就是mv 我们加上v跟w 我们并没有说mwmv 会相等或不相等 我们只是说 它观察到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 它对于第一颗物体 这个第一颗物体 它所看到的动量 在Y方向动量变化是什么 原来是w过去 后来变w回来 所以它的Y方向的动量变化呢 就是-2倍的mw 因为它观察到是mw的质量 乘上这个速度的变化是 原来是w过去 变-w回来 所以是-2mww 好 那么呢 第二颗物体呢 在这里 那它原来是 这个速度前进 然后呢 以这个速度被反弹回去 那 这个速度是v 那这个速度呢 相对于第二个 这个观察者来讲呢 它是u 所以呢 这个夹角是α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这个是u 这个是u 这个是α 那 这个分量呢 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是u的速度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α 那这个速度就是什么 这个速度呢 就是u 就是u tg α 向下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观察者呢 这个观察者呢 会看到第二个物体 以u tg α的速度 进来 然后呢 在y方向 注意是在y方向 然后呢 在y'方向呢 被反弹回去 那被反弹回去的时候呢 它就是变成 进来的时候是-u tg 因为是向-y'方向前进 发生碰撞完之后 变成 u tg α 变成是这样 所以它所观察到 这个第二个物体呢 速度的变化量呢 是2倍的u tg 乘上它的质量mv 所以 这个观察者 会认为 这个物体 第二个物体呢 的动量的变化是 2mv u tg α 这里 你要弄清楚 为什么是u tg 因为 我们假设这个角度是α 然后呢 这个方向速度是u 所以 沿着这个方向的速度 就是u tg 那 进来 反弹回去 所以它动量变化是 2倍的u tg 乘上它的质量mv 好 如果要动量守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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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 这两个 加起来 就是这个加这个 等于0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 w跟u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这里看不出来 那我们呢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用 一个 坐标转换的方式 来求得 w跟u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做 这时候呢 我们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看一下 我们呢 可以选择 另外一个观察者 这个观察者呢 他是跟着2号球前进的 好 他跟着2号球前进 所以呢 这个2号球永远都在他的脚的正下方 所以当他在这样前进的时候呢 他会看到什么 他会看到这个2号球 就是怎么样 下去 再上来 对不对 他就观察到这个2号球 下去再上来 然后呢 他会观察到这个1号球 怎么样 他会观察到这个1号球 就是 以 比较大的角度过来 再反弹回去 所以对于这个观察者来讲呢 他会看到这个2号球 就是下来 再上去 然后呢 看到这1号球呢 是以比较大的角度 过来 再过来 这时候呢 我们从对称性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原来在这个坐标系里面 1号球跟2号球的轨迹 是对称的 换到这个坐标系 就是这个 这个人的坐标系来看 他会看到2号球 抱歉 1号球是上去再下来 2号球 一比较大的角度 过来再过来 可是呢 以对称性的角度来讲 另外这个人 他在这边 跟着2号球过来的时候 他会看到2号球呢 就是下来再上去 1号球一比较大的角度 过来再过来 那么因为在这边是对称的 所以这边 两个所看到的情形 应该也是对称的 所以呢 这个人呢 他会看到 他的2号球 是以W的速度下来 以W的速度反弹回去 然后呢 他会观察到 这个1号球 是以V的速度过来 V的速度反弹过去 然后呢 他在横方向的速度 就会是U 然后呢 横方向会是U 好 所以呢 他会观察到 他的横方向是U 然后呢 他的重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U Tγα 好 所以对于 这个 坐标系 对于这个人来讲 他观察到 1号球是U 过来 然后呢 以Utγα的速度 这样子过去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的 这个1号球 在这边是 以Omega 抱歉 以W的速度过来 以W的速度过来 然后呢 在这边 这个1号球 是以V的速度过来 相同的 相同的 在这边 在上面这个 坐标系里面 抱歉 再看2号球 2号球呢 对于 这个人来讲 他就是以W的速度过来 可是呢 在这边 这个 坐标系的人 他会认为 这个球是以Utγα的速度向下 在这边 他认为W的速度向下 在这边 他认为这个是Utγα的速度向下 那我们看看 这两边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转换 好 那我们在刚才已经知道 这一个人 他事实上在这个坐标系里面呢 他要看到这颗球是下去再上来 表示呢 他的速度必须跟这颗球有一样的横向的速度 好 我们看一下 他必须跟这一个球有一样的横向速度 那 这一个球的横向速度是多少呢 这一个球的横向速度是U 所以代表这一个人 我们把这一个人呢 看他相对于这一个人 他的速度就是以U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过去 所以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S' 这个坐标系 它是以U的速度相对于S' 以U的速度像这样过去 那么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前两页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 横向速度的Douplus 那抱歉 横向速度的速度的转换的四值 在这边 他观察到的速度是W 可是呢 他相对于这边 他的那个速度呢 这个观察者相对于他有一个 横向位移的速度U 那他所观察到 他所观察到的速度 除以这个γ 就会是在这个坐标系 所观察到在Y方向的速度 Utγ 好 所以这第二号球 在这边认为是W 在这边认为是Utγ 它们之间有什么转换关系 是呢 就是W除以γ 等于Utγ 然后呢 这个 人 相对于这个坐标系 S' 相对于S' 的速度 是U过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γ 求出来 γ就是什么 γ就是 1除以 1-7 平方分之U平方 因为是S' U的速度相对 他在前进 把γ带进来 所以Utγ 就等于W除以γ 就等于W 乘以根号的1-7 平方分之U平方 那 我们就有了Utγ 因为 这边的Utγ 跟Utg 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就把这个Utγ 等于这个东西 把它 带到这边来 带到这边来之后 再利用动量守恒的式子 好 我们就得到 这个 这个 是 2mv Utγ 就变成 W √1-7 平方分之U平方 所以 2mv W√1-7 平方分之U平方 减掉 这个 delta p1y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 减掉2m W W会等于0 好 我们就得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得到 Nw除以mv 会等于 √1-7 平方分之U平方 表示什么 表示 在 这个 坐标系里面 所看到的 两个质量 两个物体的质量 原来是一样的 可是换个坐标系到这边来 这边认为 M1 等于M2 这边认为 M1 不等于M2 他认为M1的质量是MW 他认为这边的 M2的质量是MV MV跟MW 之间的比值 会是根号的 E-C平方分之U平方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 就像之前的 ProperLength 一样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 叫做RestMess 就是这个 质量呢 相对于你来讲 不动的时候呢 它的质量是多少 我们就令这边的W 等于0 令真的W等于0 就是这个物体 相对于你来讲 是不动的 然后呢 这个U 就会趋近于V 因为 你就好像是这个人 观察到这个物体 不动 然后呢 这个物体呢 另外一个物体呢 以V 等于U的速度 这样子过去 所以 在这个坐标系 认为这两个是对称的 在真的 坐标系呢 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MW 相对于来讲 是不动的 MV 是以某一个速度过去 好 那带进来 所以呢 这样子 W就会趋近于0 因为这是直接过去 没有发生任何碰撞 所以速度 V就等于U U就以V 带进去 然后呢 MW就等于M0 M0 代表是 它相对于来讲 是不动的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MV 一向一下 就等于 1-C平方分之V平方分之M0 就等于 γM0 好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如果说 在某个坐标系里面 这个物体对你来讲 是不动的 它的质量是M0 到了另外一个坐标系里面 这个物体相对于来讲 是以V的速度在动 那么你观察到它的质量MV 就是γM0 等于这个东西 那γ永远是大于等于1 我们就发现 一个物体 当它相对于来讲是动的时候 它的质量会变大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之前定义动量 动量是质量乘以速度 所以呢 这时候动量呢 就会变成是γM0乘上V 就是 因为 它对你来讲有动量 就表示 它对你来讲有相对速度 有一个速度V 所以 它的真实的动量 你观察到的 就会是 你所观察到的质量乘以它的速度 好 那你所观察到的质量 就是它相对于来讲 是不动的时候的质量 M0乘上γ值 然后呢 乘上这个速度V 就是它的动量 那我们把它写成向量4 就是 向量P 动量P的这个向量 就等于γM0V 就等于MV 那这个M 就是它以某个速度相对于来 来讲呢 是一动的时候 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 Odin 123 1 2